县远魏嘉贤在议会召开了花莲县中区医疗服务提升专案小组会议 他在会议中公布了凤林地区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 西医师数量过低而医护过劳的问题非常严重 他很担心这样子会影响到中区民众的健康权益 因此魏嘉贤强调说 宪法保障人民的健康权和劳动权 目的是要为确保人民身心健康完整 不要受到任意的侵害 县远魏嘉贤会中公布一份揭露凤林地区医疗资源严重不足 西医师数量过低 医护过劳问题严重 偶尚发生伴随大量伤患的大型灾难事件 该区医疗量能恐存在崩溃隐忧等内容调查报告 并会中指出 会从2019年到2023年的立法院中央政府总因算报告 以及卫福部偏乡旅岛地区医疗现况专体报告可知 布林地区医疗数量长期严重不足 在于我们中区的医疗量能的一个议题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在中区大概不是凤林荣民医院 就是卫生所承担非常重要的医疗工作 那对于那边的民众 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民众来陈勤 其实常常到了荣民医院会有转诊上的问题 那而且在里面的医护人员也是比较偏不足的 那刚刚在凤林荣民医院的简报里面 也有讲到他们寻找医师的困难度 那我们当然希望中区能够补足相关的医疗量能 那我们也肯切的要求退府会还有卫生局 能够向中央单位来争取相关的人力配置 还有医疗资源 那让补足我们中区医疗量能的不足 那在此我们非常感谢这么多议员来关心今天的议题 那我们会要求相关的一些人力物力到期之后 到期之前都能够满足中区民众的一个需求 它是非常重要的责任医院 如果中区发生了一些事故来讲 它必须承担非常大的一个医疗量能 来协助问题的解决 伟家宣表示最后他也辉花东快速道路披荐完成之前 县佛应该联手中央在中南区设置中度以上 急救责任医院以及烧烫伤医院 在此之前应优先建置加护型救护车等设备 以降低偏远地区伤患在长距离转送到花莲市救护的途中存在的风险 记得转发生了 在这边有点准备的事情 在这边有点准备的事情